那么我再告诉你 我们的疫苗绝对不是免费的 那你可能问 那怎么来的 好 我告诉你 我们的疫苗实际上超空的是医保基金 那么今年官方报道的 人民日报前面才刚刚报道提及的 我们今年打了多少一次了 您关注过这个信息吗 我 你应该没有看到过 没有看到过 好 我再来给您提及一下 我们今年一共打了至少27亿次 这么大数量的疫苗打下去 免疫评价建立了没有 没有 如果建立了 怎么可能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 武汉疫情之后 十几个不同地方的多联散发呢 那么27亿次这个疫苗 不是免费的 超空的是我们的医保基金 我们每个人去年是280块钱 今年涨到320了 对不对 那么27亿次 超空了多少医保基金 您都可以到网上去查的 一共超空了5400亿人民币 这是个保守估计的数字 如果再这么继续打下去 绝对还不止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医保基金被超空的 是在前段时间 我们中国的 这个政府的医药代表 跟一些药方进行谈判协商的时候 他们低声下气的在祈求 让药方代表 把他们的某一个西药 某一个一小瓶的西药 天价的西药 本来是5万多的 经过八轮谈判 才降成3万3千块钱 一小瓶的那么一个西药 在这场谈判当中 中央电视台的中央媒体 它是直接现场报道的 我们才知道 从那个医药代表的口里面 我们才知道 原来打疫苗不是免费的 现在没有免费的免疫 午餐 它是全部超空了 我们的医保基金 这样超空还是好听点的 实际上它就是故意 很多地方的疫情 是人为制造投资 它是来打些医保基金的 不是免费地